只沒什麼人怕 你開汽車旅館的人 我比較會怕 我去汽車旅館我比較會怕攝影機 那只是集團的營業項目其中一項而已 認識康董也沒有多久 但是認識他 我們整個心運都轉 哎呀 而且你看 這個八卦雜誌就很少有我的報導 對啊 因為有熟悉的地方 安全措施都做了 康哥這陣子沒有任何的負面消息 那算是我安排鄭靜一去 你看也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啊 因為保護更好 喂 沒有 不要亂講 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康哥這陣子是玩的 真的玩的比較小心啦 喂 沒有 對 哎呀 沒關係 不善言辭 不會講話沒關係 會賺錢就好 一 二 三 錢彩 恭喜恭喜 從這邊左邊 看這邊 看我這邊 看我這邊 左邊 在裡面 對 來 好 來 往中間 中間移動 來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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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間 好 我們一定慢慢帶兩個小朋友 往右邊 好 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營營產業跟這個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有了孩子以後 就覺得傳承很重要 那你看 那你看憲哥有那麼多子弟兵 我呢 一個子弟兵都沒有 順哥 子弟兵也很多 大家都在傳承 那我覺得像我 好像也需要一些子弟兵嘛 那我要教人家什麼 我就跟電影公司說 那我們就來招跑新的面子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有明星夢 可能應該都有 但是不知道要往哪裡去發展 你去發展又怕被人家騙了 尤其是女生 像是電纏電色的一堆 然後也沒有 那我們打個康康的就是電影 雖然我不是什麼大導演 但至少 我是要幫助大家走路正道 不是說走 就不會騙人啦 不可能騙人 對 所以希望說 有夠傳承 所以 跟這個情緒傳承一樣 都是傳承很重要 下一代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社會 將來的社會還等了 所以要 還是找 權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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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